今天我们比较特殊的地方是除了请到他们以外 还请到他们的保姆 保姆 但是这个保姆就是非常的贴身 贴身 所以他们平常把他们照顾到的非常的干爽而且又舒适 这个我不晓得 待会要问他们一下先介绍一下好了 来我们来欢迎梅艳芳 还有他的助理 阿辉 我们现在在来介绍的这是 刘敦华 旁边是他的阿周嘛 还有八年 你们心意关系多久了 快八年 七八年 所以脸长得越来越像 阿周你怎么说 不知道啊 他算不算是好老板 对在订的好老板 哇你看头点子 好了好了导演我介绍到你 小黑 好 哎呦怎么成为众喜之地 哎呦怎么成为众喜之地 你把狗也要看着人 我人太笨了他 哪有那么坏 就是啊他是我们台湾的合宝 对啊 欢迎我介绍一下你的 你的伙伴 跟我大概六七年 每天跟我吃饭 哎小刘 开车都是我开 他在睡觉 好心啊 好幸福哦 我们这个窝里板的精神就是说 越独越好 越贱越好 越贱人隐私越好 越让对方不高兴下不了台越好 难怪请我们三个人 为什么我们不是最独人 好 那么等一下呢 我们要这个把这些问题提出来之前呢 你们先要把汗先捏一捏 因为我们今天问题非常的辛辣 还不怕 哎 哎 梅艳芳什么大场面没有见过 真的吗 你说 好吗 好 你现在请进我们的窝里板 请这道题目 谁的个性 最阿沙里 喜欢当老大 好 请写答案 请问谁最阿沙里出去最喜欢 抢着买单呢 抢着买单呢 对啊 啊 据我的了解 因为梅艳芳满那个人 真的假的 嗯 那等一下我们跟他一块去 你看他就知道 他身边的人都比较胖 他永远变这么瘦 你不想 我不想 好 我们让你们的答案 小黑导演 你们可不可以偷看隔壁啊 小刘你不能偷看哦 不能看 不能看 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是梅艳芳呢 我是不想让大家公认的一个感觉吧 不过要具体一点 比如说 他对朋友啊 对很多事情 他都会很臭 嗯 而且就是如果碰到什么状况 或者是在公司上面有什么活动啊 捐最多钱的出来抽签 尾牙啊什么对不对 就是他 就是他 还有我从来没有跟他一起吃饭 然后听说其他人说跟他一起吃饭都是他父亲 你从来没有跟他一起吃过饭啊 对啊 是不是就是因为他永远不让你付账的关系 我想做老大 他就不给他 你没有想到啊 明艳芳是慈善很够啊 对啊 现在常常提包里不晓得有多少钱 可能是没有钱 可能是不放钱 其实我蛮好奇的 阿辉请问一下 阿妹平常的 明艳芳平常口袋有没有放钱 没有啊 我付啊 你付啊 那你口袋放的钱是你的还是你的薪水啊 好的 哦 他的 最慷慨的一次 是 多少钱 坐计程车会付多少钱呢 两百多啊 哎呦 哈哈 你跟他流德法的表情 哦 你看我看 哦 乖 看看他的眼睛 眼睛 比如说他坐计程车 二十几块的 他会给多少钱 快啊 哇 好大方哦 请问你是因为没有离 没有三级还是因为什么 是不是 可能是吧 因为我 那 我觉得没有所有人 还有呢 是我觉得 那开车也觉得 那世界很辛苦 嗯 那觉得我 如果我有二十几块的话 我有五十块的话 赔他 那我认输了 我真的认输了 二十几块 我第一次给三十块就剩 哈哈哈哈 没有知 所以他就是大姐大 三五十块而已嘛 嗯 所以跟你小说吃苦 有没有关系 其实我想那个 是没有关系 是我从小就没有钱的观念 所以不晓得是能挤 多少 不晓得 刘德华没有很 很拿沙利耶 他欠我钱 欠很久你知道吗 真的吗 我就是让你记得一辈子 你到底要不要还我啊 我就让你 我就要你 要还给你 你老是记其他的难 你老是记其他的难 他乐器我也在身上 你几年了吧 那利息不少 西沙湾饭店的三明治 我知道 记得哈 我当然知道 好 曾经宇好记仇啊 不是 不要签他 假如他今天没有是天王 我就不记得了 今天这么多年我都没有追过你 对不对 一直到你变得天王 一直到你变得天王 就是很大方 好像就是 我吃过好几餐的 其实 我想说 其实我真的不想 不是大姐大的那种 其实呢 好多 好多时候 为什么我 我付钱呢 很多人吃饭 然后 他们都 你看我 我看你 谁付钱 他觉得 我不好意思 是让我先付饭 这样子 这往往是 好像 他有您这样 他从来没有请我吃饭 他有您的 我们走了 不走了 他真的走了 然后他只走了 真的啊 那怎么办啊 还是 还是要付钱 是不是不行 行程你已经犯害他们了 我也觉得 我也觉得是这样 对对对 我跟小黑 吃饭都是 差不多了 小黑 好掉 我差不多还不 差不多了还不走 还在那边干什么 那你们会不会觉得 跟梅艳芳吃饭 假如你们付账 就有点 对他不礼貌 你会丢了 你会被他扁 会被他打 为什么 你付钱干什么 我把飞标出去 我以为 为什么不尝试一下 所以我们归纳 就是梅艳芳 就最爱撒利的 是 我想已经公认的了 不错 好不好 我们再来看看 下一个题目 谁 对罗曼帝克 让情人 无法招架 谁最罗曼帝克 让别人 异性无法招架 我们再看看答案 究竟是如何 没有 每一个巴姆都一定不会写自己老板的 不是啊 阿贵 你看过那个 那位天王他会放电吗 他真的啊 很多女孩在喜欢他 举例 发觉我浪漫吗 你们那一档事是几年前发生的 你不要管我们两个人 我们没有骂他 我们是曾经 那天是出外景 他没带钱而已 不是 吃够早餐是谁付的 没有没有没有 我觉得啊 他还是告诉你好不好 好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在 在你以前演戏的时候 我很多很多工程人员觉得你很浪漫 我啊 对 对 我以前很多很多浪漫 可是呢 随着时日的过去 我的浪漫越来越少了 只给有智慧的人看到 我会慢慢提醒你 好 好 小李他要把这个话留给刘德华 你们这个话很深哦 里面有什么问题在啊 我就不懂了 你这样的人为什么留待会选你呢 小黑导演 我觉得 选你 你知道吗 浪漫 对啊 我喜欢他 浪漫是跟黑有关系的 哦 跟颜色有关系 暗暗的就 上不上 有点暗示哦 如果太黑不行 小小一点点的黑 这样 就比较浪漫了 就是 一点黑 不能两点黑 不行 可不可以三点黑 我不知道 你在讲什么 三多肉啊 你不要讲得那么 那么浪漫 没有 你会一点就是 对不对 一点很浪漫吗 三点可能就更浪漫 好 这道题目到此为止了 好 我们再来看看下一题 究竟什么样的题目 谁最情绪化 令人捉摸不定 这次有默契哦 哦 很有趣哦 艺人都选自己耶 而且呢 最有默契的就是 阿周跟罗德华 是不是也代表 阿周受害最深呢 因为他真的好 情绪真的变得好 好厉害的 嗯 早上中午晚上都不同的 很 我爸比现在没看过 其他公文人 他们看到我爸比 就会飞 他很穷 真的啊 对 鸟受散是吧 就是他会帮你摔东西啊 是不韦的 我吃那个样子 很难看 会把你抓起来丢啊 不韦 不会摔东西 摔人 你看你看他说会啊 不会摔我 我从来没有摔他 因为他太重 太重 我觉得我自己情绪化很厉害 嗯 尤其是在演唱会 就前后的 这几天 嗯 我就常常会 突然间 睡了 睡觉 睡觉 骂下行人 然后就骂人 不晓得其实没有人的 我就骂骂骂骂 骂谁啊 不晓得 没有谁 然后 每天每天都是这样子 不顺情绪化 真的是风味 不很多都觉得艺人 可能是情绪化 或者说脾气大 或者钻甲子 不过我相信艺人的压力是越 他的成绩越好 他受的压力是越大了 当然了 他在这边也要向所有的 可爱的保姆们致敬 因为你们真的是承受了 很多艺人一些 情绪上面的压力 可是你们都不会吭声 是是 很可怜的 来 我们再继续来看看 下一个问题是什么 连在旁观后 最容易 圆形地漏 这个小游是最厉害的 为什么呢 喝很久都是这样子 路上 沿路可以说上厕所 随地 大小片 路上厕所 真的 真的假的 那些小游说当主其所 任何地方 任何国家都可以 小刘啊 你有没有叫他要讲日本话 不要讲中文啊 他绝对不会讲日本话 就讲中文 有这样的事吧 我忘记了 喝醉了 可能有做什么事情 那下次用那个录影机 把它拍下来 好不好 那个很值钱 全部播一播 对 日文不是人的 阿辉来说说看好了 您所看到的 连艺范 他在露出言行的样子是怎么样 讲英文 原来明眼方是外国人 他英文很好是不是 你也不是乱讲而已 不晓得说自己讲的吗 我觉得我自己有一个不好的习惯 就是现在我不喝酒 喝酒以后呢 喝醉酒以后呢 又不是狂哭 又不是狂笑 这个会影响蛮深的 影响第二天起来 我昨天 我昨天好丑哦 又哭了 又笑了 这样不好看 你还被狂打 我被他打过了 真的啊 所以以后就用讲 讲怎么样 怎么样 没有啊 我被他打得很惨 用什么打 原来是我们在台湾嘛 好像 参加什么鸡马奖还是什么 我刚才被他打得很开心 我跟那个娄美威嘛 我打扯出去 我那个肚子 我大概只能凶了 都恶心啊 都恶心 他的力量有多大 叭一脚 叭一脚 他看我不是他男朋友 他就像黑鬼一样 可是我帮他忙啊 你怎么踢我呢 大姐 你怎么可以踢我呢 对啊 哎呦 我太惨了 现在有机会跟你讲这个酒啊 哎 这个真心开 真的要讲 哎 我们想听听看刘德凡 因为刘德凡 刘德凡他在 违从毕六 他说的谁都一样 对了 是他人断的 你觉得也是什么样子 我曾经喝醉过一次 甚至很久很久以前 只有一次 对 那我不喝酒了 然后我记得我在新加坡 那个时候应该 阿B生日 那边去disco 那我也不去disco 那那天就是 还有那时候人的去 那我到那边就 就大家开始喝那个 叫什么 那个叫什么 对对对对对 那个 大家就都在喝啊 我都记得我喝了四杯 一次喝了四杯 然后就开始知道自己在 淋淋糊糊的 淋淋糊糊的就在那边跳舞 然后就看到有很多男的在 在跟女孩子聊天啊这样 他每次看到一对的 我就会进去 跟他们说 不要听搭杯 他在骗你的 真的啊 我还记得哦 很清楚哦 但是喝完了 喝完之后 就是明天起来的时候 他们跟我说 对你昨天很厉害 我喝了十八杯 十八杯 我只记得四杯 其实我从这四杯开始就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 所以我们就知道刘豆花的原型啊 原型啊 原型就是想拆散人家 我还把我的房间号码告诉我 哎哟哟哟 那你起床的时候你有没有发觉到自己衣衫不整 就这样习惯没有一堆 可是我讲不清楚还是讲错了呢 小黑出来还谢谢我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呢,下一题 谁是有截屁的习惯 来到化妆室呢,先去呢,重新消毒过一遍 有啊 比方说谁,你知道谁啊 我不告诉你,我又不是保姆 就是你啊 不是我 阿辉的意思是说是梅艳芳啊 对啊 为什么 他到沈小山都要两个小时 我是看小书 你会不会觉得看书会流畅 怎么会啊,不会啊 真的,我觉得 以前我也觉得应该是带一点东西进去看 但是一看就停 奇怪 什么东西停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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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